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題目是 別的福音 你知道很多人會說 你們這些人就會在傳恩典真理 恩典福音 那就是別的福音 那跟我平常聽的 我以前聽過的不一樣 你們傳的是別的福音 那是應該被詛咒的 可是聖經上真的是這樣說嗎 其實你知道 你可以有人會說 你們那個就不是 然後也會有人說 你們那個就是 那到底誰說的算呢 到底哪個是呢 答案就是 聖經上說什麼 什麼就是 因為聖經是神的話 所以讓我們直接看聖經經文 請看 加太書一章六到八節 我稀請你們這麼快離開那 藉著基督之恩招你們的 去從別的福音 那並不是福音 不過有些人只要讓你們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所以我們發現 這個經文 一開始就告訴你 真正的福音是什麼 藉著基督之恩招你們的 耶穌的恩典招你們的 核心就是耶穌的恩典 所以他們離開了耶穌的恩典去跟從別的福音 那並不是福音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但無論是我們 是天上來的使者 若傳福音給你們 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 他就應當被詛咒 所以你知道 很多人就會用這個經文說 你看 我當初傳福音給你們 我傳給你們的 跟你現在聽到的不一樣 所以他們應該被詛咒 他們有問題 他們講的是有問題 可是不是 難道先傳一個錯的給你 然後後面傳給你對的 對的就變錯的嗎 錯的就是對的嗎 不是這樣的 而是聖經上說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福音呢 聖經上說的 無論是我們 無論是天上的使者 若傳福音給你們 與我們所傳給你們不同 他就應當被詛咒 而那個福音的核心是什麼 剛才我們聽到的 前面提到的就是恩典 就是基督之恩 但是我們繼續來看保羅怎麼定義這個福音 讀經要看上下文 你最好整卷讀 加拿太書整卷在產明這個福音真正的意思 我們再看下一個經文 加拿太書2章15到17節 我們沒有時間把整個加拿太書看完 可是我們看一些重要的部分 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穌基督 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 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因行律法稱義 你有沒有發現保羅在闡述這個福音 不是別的福音 是真正的福音是什麼 真正的福音就是 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基督耶穌 來因信耶穌基督 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 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因行律法稱義 所以不再是靠你的行為 不再是有人告訴你說你的福音你信了 你還要努力喔 我們已經告訴你不是努力清天國 我們也告訴你了 也不是努力的能夠得救 也不是要做成得救的功夫 你可以去看其他集 你會在裡面找到 我們不是努力清天國 也不是做成得救的功夫 這一切就是因信稱義 不是因行律法而稱義 我們再看下一個經文 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我們若求在基督裡稱義 卻人就是罪人 難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嗎 斷乎不是 所以你看這經文在講什麼 凡有血氣的你就是有血氣的 我也是有血氣的 每一個人都是有血氣的 沒有一個人能夠因行律法稱義 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得夠好而稱義 我們若求在基督裡稱義 卻人就是罪人 難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嗎 斷乎不是 所以我告訴你第一件事 你因信耶穌基督而稱義了 所以你就不是罪人 你看他說你稱義的人就是罪人嗎 不是 當然這邊也在告訴你 你信了耶穌你被稱義的時候 就不要再犯罪了 但是這邊也要告訴你一個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在基督裡被稱義了 你就不是罪人了 你不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你以前是罪人 前你師上 前我師上經被尋回 我過去是罪人 現在是蒙恩得救的義人 因為主稱我為義 我要與神同意 我也是義人 再看下一頁 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向神活著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實假 現在活著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這個經文大家常用 我們與基督同釘實假 可是你看這個經文前面講什麼 上面講什麼 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 什麼叫律法死了 就是我知道我做不到律法的要求 耶穌基督做到 感謝主 我就可以向神活著 祂就為我釘實假 因為我做不到 祂釘 祂做到了 我得救 這就是福音的核心 我們再看下一個經文 加特書2章1921節繼續看 並且我如今在路上活著 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 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我不廢掉神的恩 亦若是藉著律法德的 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你看這邊是不是再次強調了 我們是因為相信神的兒子而活 我們甚至於有一個版本也翻 我們是因為神的兒子的信心而活 祂是愛我們為我們捨己 我不廢掉神的恩 有沒有聽到 再強調一次 保羅再強調一次 他的福音 他說的福音是 不廢掉神的恩 是不廢掉上帝的恩典 是白白的恩典 亦不是藉著律法得到的 基督不是突然死的 你不要去行律法 讓他突然死 我們再看下一個經文 無知的加拿大人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上 已經活化在你們眼前 誰又迷惑了你們呢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 保羅再強調一次 你不要讓基督白白釘十字架 不要被迷惑 你不要被迷惑了 不要被假的福音迷惑了 假的福音是什麼 真的福音是什麼 我們再看下面 你們受聖靈是因行律法 是因聽信福音呢 你知道你裡面有聖靈同在 你是因為你做得好 才被聖靈充滿 才有聖靈同在嗎 不是 你既然靠著聖靈入門 你接受到耶穌基督 有聖靈入門 你還要靠肉身成全嗎 什麼叫靠肉身成全 靠肉身成全 就是你努力做 用力做 努力奉獻 努力禱告 努力讀經 努力 你想要靠肉身成全嗎 你是這樣的無知嗎 保羅說得很重 我告訴你 真正的福音 就是上帝的恩典 他白白問你成就這一切的事 讓我來問你禱告 拜託讓我進去 這是一個美好的禮物 而你要把這美好的禮物 分享給世上每一個人 你是因性誠意的 這是真正的福音 耶穌基督的恩典 奉耶穌祢祷告 Amen